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节课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计算单位 那么这一节课的内容比较简单 分为这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这个容量单位 第二个部分是相关的速度单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容量单位 对于容量单位呢 相信同学们在日常生活中都有所了解 比如说768兆的光盘 4G的内存 以及2G的硬盘 那么在这里面768兆 4G和2T呢 都是属于容量单位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了解 这里面的容量单位 它各自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它们之间又是怎么样进行换算的 那么为了了解容量单位 我们先来看一下早期的计算机 它们是怎么样去存储信息的 我们知道在计算机的物理层面呢 它理论上只能认识高低电频 那么这里面我们就可以用高电频 来表示1和低电频表示0 所以说在计算机层面 它们只能认识0和1这两种状态 那么这里面的0和1呢 表示的就是比特位 bit 我们称之为比特位 但是这样子就有个问题了 0和1它能够表示的内容实在太少了 迫切的是要更大容量的表示方法 因此很多人就想到了 用8个比特位来表示一个字节 那么就催生了早期的字节单位 一个字节单位等于8个bit 也就是说一个字节等于8个bit 使用字节来表示 计算机的容量保持了一段时间 在早期呢 内存和硬盘都没有很大 所以说在那个时候 字节还是相当有用处的 但是随着计算机的发展 存储性的容量也越来越大 那么这个时候呢 用字节来表示这很麻烦了 比如说我有一个很大容量的 或者说很大容量的硬盘 那么这个时候 如果我们需要使用字节来表示呢 就需要下面的这种表示方法 那么这样子的表示方法 其实是非常难理解的 因此呢 又催生了更高的容量单位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出现了签字节 赵字节等等的一些单位 那么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这些单位 这一个表呢 就表示着现在常见 会是常使用的一些单位 在早期是有前面所介绍的比特位 然后是字节 在后面发展了有签字节 赵字节 集字节 太字节 派字节 以及爱字节 那么在这里面呢 bit和字节之间 它的换算关系是1比8 也就是说 一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位 那么到了签字节呢 一个签字节 这等于1024个字节 在签字节之后 所有单位的换算关系 都是1024倍的关系 在这里面 我们需要特别注意的是 只有字节和比特位 使用的是8进制位 而其他的都是使用1024 这样子的一个进制 在这里面 我们也是要了解 这个1024呢 其实是等于2的十字方 那么在这里面 我们也了解到 产用的设备 哪一些会使用哪些单位 比如说在这里面 比特位呢 通常在于这些门电路 而字节 这不用多说了 签字节 一般是CPU的寄存器 或者说一些高速的缓存 而赵字节呢 也是一些高速的缓存 Gb都是现在的一些内存啦 或者是硬盘啦 比如说现在主流的内存 都有4Gb 8Gb或者16Gb的 硬盘呢 也是有500Gb 一个T或者是两个T 对应的这里面的Tb 采用的设备也是硬盘 接着是PB和EB 那么这两个单位呢 可能我们接触的比较少 对于PB呢 常见的设备是一些云硬盘 比如说百度云盘 或者说一些腾讯微云 等的一些云盘呢 他们就可以提供 PB级别的存储 而EB级别呢 通常在一些大型的企业 比如说腾讯 阿里巴巴 那么在他们的数据仓库 存储的容量 就达到了EB级别 那么在这里 了解了常见的容量单位 以及各自的设备 和换算的方法 我们接下来 就来看几道习题 首先第一题 第一题呢 就是如果说有EG的内存 那么EG的内存呢 可以存储多少字节的数据 可以存储多少比特数据呢 首先在前面 我们也介绍了 EG内存 EG等于1024兆 而EG等于1024千字节 而EG等于1024字节 所以说EG内存呢 等于1024的三次方字节 再有就是一字节呢 等于8个比特 所以说EG内存最终呢 等于1024的三次方 再乘以8个比特 好的 那么这一题呢 比较简单 我们再来看下一题 下一题就是 为什么网上买的移动硬盘 标记着有500G 但是格式化之后呢 就只剩下465G了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这个是因为 硬盘上呢 它一般是使用10G位来标记容量的 也就是说 他们标记的时候 1G等于1000兆字节 而不是等于1024兆字节 那么这个时候呢 就存在着这样的一个换算 我们实际来算这个硬盘容量的时候 等于500乘以1000的三次方 再除以1024的三次方 就约等于465 所以说在网上买的移动硬盘 有500G的话 格式化之后 通常就只剩下460多G了 这种情况呢 不仅仅发生在移动硬盘 在一些U盘呢 也同样会有这种情况 那么为什么硬盘商会使用1000进制位 而不是1024进制位呢 其实硬盘厂商呢 它也不是要骗人 只是因为 知道硬盘的时候呢 他们有一个重要的指标 就是硬盘的上区 也就是存储数据的一块地方 那么在记录这个上区的容量的时候呢 使用人类容易理解的10进制位 更加容易的去沟通或者去协商 所以说在硬盘厂商 一般都是用10进制位来标记容量的 那么这个呢 学大家所记住的 好的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 平时我们在生活中的时候 也常见一些网络的宣传 比如说2兆的宽带 4兆的宽带 10兆的宽带或者说100兆的宽带 那么这里面的兆 是不是油量单位呢 其实这里面的兆并不是指油量单位 这里的100兆并不是指油量 那么这里的100兆指的是什么呢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学习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第二个部分是寄生机的速度单位 在这一个部分有两个小部分的内容进行学习 那么第一个小部分呢 就是我们需要了解网络中的速度单位 第二个部分就是需要了解CPU的速度单位 首先我们先来看这个网络速度 那么对于网络速度呢 前面也说了这张图 这张图这里面有写着 2兆4兆10兆或者说100兆 那么在这里面无论是哪一个数据 其实都不是油量单位 那么这里面呢 其实指的就是网络速度 那么这里面的网络速度怎么去理解 我们接下来就来学习 那么这里面的100兆 其实指的就是100兆每秒 100兆每秒怎么理解呢 我们接下来就来通过一个问题 来理解这里面的100兆每秒 这个问题就是 为什么电信给我拉的100兆关系 我们在实际测试 峰值速度的时候却只有12兆每秒呢 那么其实这个是因为网络中采用的单位是MBPS 刚才我们所使用的单位的时候把这个BPS给省掉了 MBPS什么意思呢 其实刚才所说的100兆每秒指的是100MBPS 也就是100兆比特每秒 100兆比特怎么理解 在前面介绍油量单位的时候 我们也介绍了一个字节等于8个比特 那么在这里面如果进行换算的话 100MBPS就等于100除以8MB每秒 也就是说大约等于12MB每秒 在这里面存在着一个字节到比特位的一个转换 这个是因为网络中采用的单位是MBPS所决定的 所以我们平时所说的这个网络的速度 我们在进行运算的时候呢 都需要实际的把这个数据除以8来得到实际的网络速度 那么在这里面100兆的光纤 其实峰值的速度可能就只有12.5MB每秒 那么这个问题呢 同学们下来也可以在自己的家里面进行相关的测试 了解了网络速度 我们接下来再来学习CPU的速度 那么CPU的速度呢 一般都是体现为CPU的时钟频率 时钟频率一般都是用这个单位赫兹来表示的 比如说我们常见的2GHz的CPU 2.4GHz的CPU等等的一些CPU 这里面的赫兹指的就是这个单位 它表示的是CPU的时钟频率 在目前呢 主流的计算机CPU的时钟频率都在2GHz以上 那么在这里面我们了解CPU的速度 主要是要了解这里面的赫兹 它表达的是什么意思 那么这个赫兹呢 其实指的是秒分之一 那么秒分之一怎么理解呢 其实这个赫兹它就是每秒钟周期性变动重复次数的计量 比如说生活中常见的蝴蝶的翅膀 那么它振动的频率大概就是15赫兹 表示的就是它的翅膀能够在一秒钟振动15次 再比如说密封的翅膀 那么密封的翅膀呢 它一秒钟可以振动400次 所以说密封翅膀的振动频率大概是400赫兹 再有我们人耳能够听见的声音的频率的范围是20到2万赫兹 所以说对于蝴蝶的振动频率我们是不能听到的 因为它的振动频率只有15赫兹 同样的对于密封的翅膀振动 我们是可以听见声音的 因为密封翅膀的振动频率有400赫兹 所以我们是可以听见声音的 因此呢 这个赫兹它并不是描述计算机领域的重要单位 但是并不妨碍赫兹来描述CPU的速度 我们知道在CPU里面呢 是使用高低电频来表达这个0和1的 所以呢 对于CPU的频率 其实表达的就是这个高低电频 它在每秒钟变换的次数 比如说主流的两G赫兹的CPU 那么它在每秒钟高低电频的这个变换的频率 大概就可以达到每秒21次 那么在这里面了解了CPU的速度 我们这节课的内容就接近尾声了 简单的回顾一下 分为两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是油量单位 在这里面我们介绍了常见的油量单位 包括比特位、字节、签字节、赵字节、计字节等等的一些单位 以及它们之间的换算等于公式 接着是第二个部分 速度单位 那么在这里面的速度单位呢 我们了解了网络的速度以及CPU的速度 好的 那么这节课的内容就到这里了